接着看第七场 第七场就是三班千八米的赛事 上过重发的马一五六十 状态都是大红码 较适一点 七八十十一 配备哪栋 全彩除了交叉避箍 扎利继续带了避箍 一号的加州十大 刚才看过赢了货重发杂 查本南 我经常都赢了杂 但是你这货近镜点 看看他 很明显这马都神色都好 淡力度都好平常 洛益线近镜拍戳 帝豪大师 这些就很火很力 虽然他长途马 但是神货他是勤力的马 他还可以再放松一点 但是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好的了 赢了三号的福多宝 其实福多宝神操都挺好看的 今季是会赢 但是他有喘名 喘名几次喘这些人不知道 气定神闲 如果你说神货跳他会会松弱的 还有这只马一档有难 跑高一点 今次七档 全民皆知 看货市集中间粉蓝 三前面银池 莫雷拉戴眼罩 里面胆大威猛 第八场 外面志在四方田太安 第十场是这只 全民皆知都是一些有速度的 所以市集放在前面走 就不意外 而且他都是比较高分一点 所以回到来末段 都是松容的 但是现在这个分离到田草 你独股一美靠放 有时候他就未必放得到 虽然他都是轻松的 这个第三 里面胆大威猛 扣女都是轻松的 走回来叫做 恰如其分 银池也走得直线 是的 可以再好一点 我觉得以前赢了 当然他现在状态都不是差 不过见过他更好的时候 火气可以再好一点 这只也是 以前当Feed的时候 天爱天真是 你都不用知道 在神父我捉得到他确实的 现在你扔给他 他都好像不太远动 叫做恰可 我想跟他最当裔的时间 都是有一段距离的了 路的隔来尾 这只就不是很识体的 偶像中一场 他又上下名 我想整体来说 可能有少少进步 但是也不是说真的很吸引 不懂看之后 还更加不知道他怎么跑 一时放一时追 全裁这只一定要追 这次用一些配备 带个B crew 神货坚是长期保持到健靓 伟大是很想赢的了 不过是很尺寸力短的马 接着八个高尖远竹 这些是容易看一点 我想大家看惯神糟扁 都知道这些是Feed马 捉实的马 四提进展 后脚撑了他多有力 这叫套入又够深 откры散 这些是报道打给的马 都是積極要赃分的了 他们的神话是一些 比较民准一点的 它不是很麻烦的 但是我觉得码身 是可以再立实一点的 威力短 上次居然上到着 二千的上名 真是 以为它带了一些很急的 马跑长未必好 上次增程次居然上得到名 就证明了这个形态跑长度 都没问题 都是Feed的 威力飞驰 这种状态也好 上次跑谷草 我觉得可以抹掉它 因为这种马有那么多轮迅的马 你叫它转个急弯 它好像不太适应 田草可能会好一点 我也同意 一来它可能谷草未必适合 上次第一次跑 选到最多弯的2200 前一场它是塞了 前一场塞了 而它挺好追势 威力飞驰是一种要选的马 高瞻远竹也要选 因为很难得这些大摩道转了出来 今季好像还可以继续有些进步 我觉得它仰得很漂亮 其他的马 乐益善就赢开了 福多宝也要看看它有没有状态 那种状态就没问题 全民皆知就或者可以赚一些形势 但赚一些形势可能都未必在这一组里够赢 乐益善上场赢得这么轻松 这次其实对方也是很多 刚刚在谷草大长途的对手 虽然今次多收拾过11档 但这只马是很多潜藏在手的马 我想都是要称先的了 希望田泰安摄得好 那你觉得可以挑战它就是高瞻远竹 港前景它未必够容易 但就纯粹凭个状态去搭救 还有用莫雷拉 看这只马配莫雷拉 跑田草二千米三次 全部赢完 未输过 还有功夫做到足 大闸单挑 都是相当吸引的 这只都要选的 还有可言双龙出海 就真的11号会好些 一路有个一档 二路我都是 刚才说的一样 它是一只轮盡点的马 回过来田草 转跑线 拿平衡都会好些 另外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那只鲁鲁城 因为那只比较均速些的马 这个路程可能会舒服些 不过实当 就用个创码笔记 刁下它先 第七场研究完 休息一会儿 休息回来看第八场